北京时间的2021年的10月16号 中国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 夜光复 搭乘着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那到今天呢 三位航天员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有40天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工作生活的怎么样了呢 那首先呢 我们看到的这组图片是来自遥远的太空 照片里的女模特 相信大家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 航天员翟志刚和夜光复变身太空摄影师 为王亚平拍摄了一组高清亮照 我们看到王亚平是变换出各种姿势 有的是打开双臂漂浮在空中 有的是手里拿着又大又红的苹果洗上眉梢 可以看得出航天员们的载轨生活充实而精彩 您见过凌晨五六点的星空吗 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些照片呢 有的是来自于北京 天津 西安 郑州 鄂尔多斯等多地的摄影爱好者 拍摄到的中国空间站过境 地球的这一端 追星人赶早起床 只为等待天宫掠过的片刻 而太空的那一端 航天员追星逐梦 俯瞰神州大地 航天员王亚平也在天河核心舱对地球拍照 所以当你抬头仰望星空拍天宫的时候 航天员也在天宫拍了拍你 王亚平变身发型师 那么他如何在太空当中为这两位搭档修剪头发呢 在画面当中三名航天员正在做理发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展示钢是用双腿固定住残渣收集器来进行组装 由于太空中没有重力 所以剪下来的头发会四处飘散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就需要使用到特殊的太空理发装置 推发器通过软管和残渣收集器相连 可以及时地将剪下来的头发吸入到残渣收集器里 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剪发就正式开始了 王亚平先用剪刀为叶光复修剪头发 宅志刚则忙着用收集装置来及时地把碎发收集起来 叶光复手里拿的镜子 不时地对发型提出一些建议 三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一光复 在成功入驻中国空间战后的第三天 他们从太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栏目《朗读者》 发挥了下面这段《朗读视频》 我们来看看三位航天员为大家朗读了什么书呢 生活是一场活动 我们生活能做什么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着生命 罗曼罗兰的回答是 为的是来正乎他 这激流永远动荡 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 而且他也不能够停止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 在这里面有爱 有恨 有欢乐 也有痛苦 我知道生活的激流 是不会停止的 去看他带我 载到什么地方去 沈州13号乘组已经是载轨四十天 航天员们从成功的入驻天河核心舱 再到首次完成出舱任务 那么他们还完成了哪些其他的工作呢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